我们现在来连接Arduino设备 当你插上USB设备之后 你的电脑开始会 侦测这个Arduino的Driver 当开启我们的连线程式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设备有没有被连上来 那像目前这个装置 我没有连上来 所以他就没有 不知道他 连在哪一个POR 那我 连线程式开启之后 如果有抓到他自然会抓到 他的CAMPOR 那你可以选择你要的 哪一个 这个时候你可以试试看不选 CAMPOR 直接点选Arduino 系统会正常去侦测你的 连设备在哪一个POR 除非你连上两三个 以上的Arduino 那你就必须指定COMPOR给他连 那我们来连线 如果这样跳掉那就表示没有连上 那就建议你选择COMPOR 然后再来连选 点选 Arduino 连选 正常来讲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Ctrl C 这是代表中断的意思 如果你要中断程式要按Ctrl Ctrl加C这个键 那这个视窗不要关掉 这代表它连线连着 那我们可以来我们的 Squatch 3的 理线程式来看 目前我们Arduino是这样 那如果 我们把 Arduino的 积木打开来 扩充积木打开来 那我们可以看 首先我们来看 目前亮的是电源灯 这边还有一个灯 是 13号脚位的灯 我们先做这个简单的测试 它能不能接受控制 所以 我们 把 脚位 多少 13 射程多少 1 这表示把它通电 执行 它已经亮起来 然后把它执行 0 它细掉了 表示它连线正常 那你会遇到一个状况是什么 就是 当你程式断线的时候 假设我们把这个程式关掉 Ctrl加C 或者直接关闭视窗 在Windows底下不建议你直接按 这个叉叉 好 那我们就把它中断 它会告诉你中断 确定 那这个时候 这个一直在闪烁 这个 13号角位灯会一直闪烁 表示它已经离线 那目前这个画面没有很明显 我们现场的状况是 还蛮明显的这个LED灯在闪烁 在闪烁 那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就知道 这连线中断了 你必须把 USB设备重新插吧 它才能再次连上去 这是Arduino的连线 简单来说你就可以利用这些扩充积木 来操纵所有的脚位 包括类比 数位类比 还有 伺服器马达的使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